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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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来没有忘记我 对自己的承诺 对爱的执着 我知道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我们这一次接受教育部的委托做天香展演 他的全名其实是说推动艺文活动 然后到中小学去做一个艺术推广 戏剧展演的一个案子 最主要的目的是因为说 12年国教里面 表演艺术这一块 未来就是一个很发展的一个重点 所以就是从小学开始 国中到高中都会有表演艺术课 所以教育部很希望就是说 是不是在大学部里面 有戏剧科系的学校 能够在暑假排一出戏 然后带到这个天香里面去中小学给他们看 不会让他们说只是在纸上谈兵 那所以这个整个计划接下来之后呢 我就做好了一个规划 那把我们系上所有的老师都归进来 大家一起共同齐心合作 那也邀请了音乐系的老师 帮我们做了音乐 舞蹈系的老师帮我们编了舞 那系上的老师拍摄纪录片 那我个人导演 世杰老师写剧本 还有嘉玲老师负责的灯光 那志伟老师就负责了舞台 所以几乎是竭尽全系的力量 然后为了要去服务偏向的中小学学生 嗨 整个排练的过程里面 我觉得学生他们的参与度很高很热情 但是因为比较不是同班的同学 所以做起事情来比较没有帐篷 那相对的老师们就要付出更多更多的力量 去带着他们 每个礼拜一 礼拜三 晚上六点到九点 一直到现在 大概两个半月了 他来的时候你们站往这边 东方先生原来是一个绘本 其实在五六年前我就已经把它写成剧本 不过那时候是动画 我有一个动画写的 就后来那个动画没有拍成 那动画你知道他有可能随身一变什么 他就可以变成什么样子 那现在反而变成是在 变成是舞台剧的演出 然后舞台剧现在又知道偏向的关系 又有很多受限于舞台跟灯光等等很多的技术 他没办法立刻呈现出来原来可能我需要的那种 比较神奇的魔幻的效果 所以后来我就等于就做了一番的 又做了又在做一番的改写 那等于是一个文本 就是一个本来就是一个绘本的文本 我把它转化成了动画的版本 然后现在又把它转化成了一个舞台剧的版本 然后这舞台剧我又要针对片像展演 他没有那么多的技术可以support 所以我就把它有些地方尽量多简化 然后加强它的故事性 所以很多的原创的东西其实我觉得 反而要大量的依靠那个导演跟演员 在他们怎么利用自己的肢体 利用在这个拍戏的过程中 怎么再去让这个故事更丰富 这是你的戏中的东西吗 对啊这是我的小道具泥土 泥土 今天老师要来拍纪录片咯 来看大家 今天是纪录片 老师好 好 那个白脸呢三个是眼鬼的 眼鬼 我们全部这一团20个人 三个老师 17个学生 17个学生 一出去就是20人 好 30秒开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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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好 啊 檢查公民点喽 对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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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吧 把牠帶到森林裡 掉在樹上 餓死牠 哈哈哈哈 我覺得這次 天香展演對於整個戲上來說 不管是說從我們做演出 或者說對學生的學習 我覺得都是一個非常好的經驗 我們這次總共有六個學校演出 六個學校在不同的地方 然後他們的劇場都不一樣 所以學生他必須要在很短的時間裡面 要去適應每一個劇場 所以要養成他們的一個應變的能力 那這次演出的這時間也非常的緊 從早上大概五點多起床 然後到了劇場就要演出 所以我們是前一天晚上 前一天下午到明天要演出的地方 裝台 裝完台之後回飯店休息 然後一早起來化妝 然後到了劇場演出 演完了之後卸妝 然後把台拆掉 然後立刻吃完中飯之後 就到另外一個劇場 然後把台再裝起來 就連續這樣子 重複了六次 所以對學生來說他們很累 可是在他們累的那個表情裡面 還是看得到很多的喜悅 跟很多的滿足 所以我覺得對他們來說 真的是一個很棒的經驗 跟好朋友們在一起非常遨遊 我們燕子還是什麼都不怕 在演戲的時候 不管你是演什麼角色 你好像可以透過那個角色 去表達其實你內心世界不一樣的東西 就是可以激發你內心的一個 你平常不敢表現出來的一個 心情吧 除了他還要嗎 世界這麼的美好 真的是什麼 都不怕 OK啊 反正我天不怕地不怕 就連害羞 也不怕喔 好 謝謝 我真的是這次出來 才知道我們在學校學的東西 是真的很不足的 就是我們學到的都只是皮毛 然後 真的要很多東西都要實際操作 而且 不斷從錯誤中 然後你去改正去發現 然後你才會學到更多的東西 最健康 連泥土都敢吃 我什麼都不怕 哈哈 蚯�蚓 拉不斷 蚯蚓強壯又健康 蚯蚓強壯又健康 哈哈哈 蚯蚓拉不斷 蚯蚓強壯又健康 來 死了 三次講到臭味 蚯蜻蚓 蛤 啊 這個原來的故事是 它告訴我們了很多事情 都不需要去害怕 因為我們心中有 有愛這件事情 然後你願意去相信別人 這個很多事情我們就不用怕 那我在改寫的過程中 我還多加了一些 環保的議題在裡面 那另外就是 因為知道說是 偏向展演說 我覺得歌舞很重要 就是我怕說演了一個太沉的戲 那個可能小朋友沒法接受 所以我又試著 又幫每個角色又多寫了一些歌詞 然後就把它融合在這個戲裡面 變成一個兒童歌舞劇 好 各位小朋友 我們現在要走囉 然後我們要進行 我們在金門的第一場收演 決戰金門 明天就是金門的最後一場演出 YA 現在要拿出百分之百的 力氣 天 Rede Yeah 決戰金門 Find City 我們學校的老師小朋友大家早 大家高不高興喔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今天要參加很棒的劇集表演 我們今天要教訓我們從台北來到智慧那邊 然後一場跟各位小朋友見面 然後我們今天要演的是一個 教育部這次有了一個這樣的經費 把所謂的藝術教育推廣到國中小 去讓他們有機會能夠欣賞一些所謂的現場舞台劇 這樣一個表演藝術的一個欣賞的機會 那我們當然也很開心就是說 就作為一個大專院校的專業戲劇科系來說 也提供了學生一個能夠在一個所謂的 我們講條件不是太好 然後或是一個比較客難的情況 或是在一個時間壓力下面 必須完成很多場次演出的這樣子一個機會裡面 讓他們學習到很多東西 就是我這次演的是一隻蚯蚓 然後蚯蚓這隻蚯蚓會一直肚子痛 因為它吃到被工廠敗 在水污染的泥土 第一天在雙東國小的時候 我一聽到小朋友的笑聲 我就超想哭的 因為我覺得很久沒有聽到這麼單純的笑聲了 好可怕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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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真的太可愛了 就是 可以看到就是 因為我們都生存在大都市 就是台北代舊了 然後 來到金門 不是金門 就是一些偏鄉的國校 然後看到那些小朋友 因為一點事情就可以開懷的笑出來 然後難過就難過 哭就哭 生氣就生氣 然後 就是 這不就是人嗎 就是最純真 最純潔的一面 我覺得 來到鄉下回來 看到這些 可以沈澱你的心靈 然後你可以感受到更多 你原本該有的東西 對啊 我覺得很好 很感動 好可怕喔 我也滿高興這次有機會演到小燕子 因為 其實我很喜歡就是自由的感覺 對 所以如果 有一天我真的可以當鳥 在天上飛來飛去 其實我還滿開心的 對 然後就是可能就是 會東張西望什麼都想看 然後什麼都想去嘗試 什麼都想去玩 我們才剛大一進來 對那我就很榮幸有這樣子的機會 會能夠到學校以外的地方去展演 對那讓我學習到很多 雖然我還沒學習過的課程 但已經就是讓我 已經在實務經驗上面 就是有非常充實的收穫 哇 很可怕 沒錯 我就是到底到底看到 學生講 學生講 從來沒有接觸過劇場 然後這是第一次 然後就可以跟著學長姐 還有老師一起工作啊 拆裝台什麼 其實學到滿多 今天已經第六 六天 然後 第五個學校了 然後 已經從 從零開始學 現在已經就大概知道 呃 拆裝台的進度啊 節奏 然後在哪裡 然後也知道 什麼時候可以幫什麼樣的忙 我 我覺得非常感動的部分是 當我們在演完第一場 在雙東國小演出結束之後 我們一大群人 就是把我們的東西慢慢的搬到了 貨車 呃 遊覽車上面要裝貨的時候 我就看到很多很多幼稚園的小朋友 全部都 呃 站在他們教室的門口 對著我 對著我們大家一直喊 大姐姐再見 大哥哥再見 然後 那個時候我就覺得 非常非常的感動 我覺得在小學 就是在學生身上 這些小朋友身上 學到了很多東西 就是 他們有一個很單純的心 他們看戲的時候是 是以他們生活當中 最直接的經驗 然後跟台上的演員們做結合 然後這齣戲也帶給很多小孩子感動 呃 有一場印象很深刻的就是 東部八先生被國王欺負的時候 然後我就有聽到台下小朋友 他們就很大聲的 為東部八打包不平 他就說 國王真的很壞 國王真的應該要被 應該要被 丟到外面什麼什麼 然後我就覺得 小朋友他們 好像在這齣戲裡面就是有 有得到一點什麼 就是他們更了解 人性這個東西 然後也更會去 知道 在未來 他們以後要面對人生的 就是應該要學習 更好的 去關心別人 去為別人著想 這齣戲一直給我一個很正面的意義 他告訴孩子什麼是勇氣 什麼不是勇氣 我在這齣戲裡面 觀察到很多觀眾的反應 觀眾有很多 很多的男孩子很喜歡國王這個角色 但是女孩子反而是喜歡東部八 越到高年級越到國中的時候 孩子們 男孩子國中生越喜歡國王 因為他們我覺得他們有點看到就是 這個 這個國王 這個國王有點像霸凌者的角色 有點他在霸凌這些 霸凌他們看見一些軟弱的人 反正這個霸凌者把他們平常不敢做的事情做得出來 我覺得這是很特別的一件事情 我 天不怕 地不怕 咳咳咳 大家聽著 從今天開始 我 就叫做 都 不 怕 耶 哈哈哈哈 我們是鬼 就連國王也要多幫你 其實很小的時候就是有看過像 就是像這種劇團 然後是大哥哥大姐姐演戲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 那些人很厲害 就長大會想要跟他們一樣 然後後來長大的時候 也有去參加看過兒童劇啊什麼的 然後就會對戲劇這塊就一直有熱情 然後一直到這次就是 可能出來做偏鄉展演啊 然後我看到就是其實 真的是鄉村的小朋友 他們真的很單純 可是這裡的囚犯 不是被國王處 不然不是被我們嚇死的 好無聊 那比較難忘的經驗就是 第一次我們在雙東國小 那那個國小裡面呢 總共只有八十幾個小孩 就是從一年級到六年級 八十多個 然後再加上十個 幼稚園的小孩 其中一個最小是三歲 那這個小孩子 他們大家進到了這個劇場裡面 因為他是在一個地下室 那我們就把地下室弄得非常的乾淨 然後佈置成一個 可以演出的一個地方 那在第三場的時候 因為是有鬼 就後來那個孩子 看到第三場的時候 我們的那個燈暗掉了 然後就很昏黃 然後那個煙霧就開始瀰漫了 然後演那個大鬼 中鬼小鬼的那個同學 就溜滑輪出來 結果他突然間 他就放聲大哭 他就說他不要在這裡 然後要回家找媽媽 我演的角色是士兵跟樹 然後這一次跟就是戲上 一起做這個偏鄉展演 最大的感受是 來到了這幾所國中小學 他們的反應是很直接很天真 他們不像 我覺得都市比起來的話 會比較壓抑就是不願意說 但是在這裡我看到的是 所有小朋友都很熱情 什麼動畫 只為別人靠 不像包裝 世界全靠 好 小朋友看完了戲以後 看不開心 好 因為我們現在面對的觀眾群 好 其中這樣子 所謂總共六場演出裡面 只有一場是碰到國中生 然後其他的大概都是國小 那當然其實 後來的結果告訴我們 其實他們反應都還蠻好的 然後這個也是一個 所謂的表演跟觀眾互動的一個 劇場的一個寶貴經驗 哈囉大家小朋友好 我是東武快先生 現在我要請問第一個問題 東武快先生為什麼 什麼東武快 謝謝你 那你又可以跟我一起做一個東武快的做好動作 我是瓜哥 我要問一個問題 我要數到三 可以嗎 我要數 一 二 三 三 二 三 現在看到他們已經很厲害了 最後一個囉 大家加油 我在這次的偏鄉展演活動當中 擔任的是唯一的技術人員 其实我觉得这次最大的收获 应该是可以在 因为我们都是在偏乡这种 比较偏僻的学校 然后他们的场地有大有小 有好有坏 那怎么让我们去 一到一个新场地 然后马上去规划出 不一样的架设方式 然后怎么去 随机应变这次都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在这次 是学到最多就是这一点 我觉得 这一次最大的收获 会是在 带出来的这二十个学生里面 他们建立了一个 非常好的一种革命的情感 然后对剧场的精神 就能够更加的去注重 然后有一些伦理 然后一到剧场里面 就会变得非常的守纪律 然后讲求快速 然后是有效率的去工作 不会是懒懒散散的 那因为知道时间是有限的 然后再来就是说 学长 学弟 学妹 这样子的一个伦理 职业上面一个伦理 是非常好的 就是学长会交代学弟妹 做些什么事 那学弟妹做完也会回报 然后大家就是同心合力的 把这个很短的时间里面 把这个事情做完 那在这一次里面 我觉得自然而然的 他们就会在外面 就形成了 就会去找到的这样子的一种 一种精神 这一次偏乡展演 最让我难忘的地方 应该是我们的行程吧 因为我们的行程其实蛮赶的 在八天六个晚上 然后我们要到南投台中 还有金门的总共六间中小学 那因为中小学的演出都是早上 就是早上八点或是八点半 所以我们的stand by 准备 一定是更早的 那舞台监督通常都是 call早上的五点半 然后五点四十五 大家化妆在饭店的一个大厅 或者是一个小房间 化完妆 吃完饭 然后坐上游玩车到学校去 然后准备所有的 一切准备的程序 然后准时开演 这样子的行程 其实对我来讲 我觉得 这一次的合作对象有 大一大二 然后甚至有研究所 然后还有一些我文大的老师们 我觉得 所有的人对这件事情 其实都是 都是在一条心上面 大家没有 没有任何的怨言 所以其实这个经验 真的让我非常非常难忘 然后也让我看到了 文大戏剧系的 的一种坚毅吧 一个毅力 这次巡演 就这次巡演 我自己觉得学到最多 最有感觉的就是 与大家合作 因为通常在学校的时候 就会跟同学而已 顶多就是跟 大一届的学长姐 或者大两届的学长姐 可是这一次巡演 就跨很多年级 然后大家 大家会的东西都不一样 然后 就也就会学到很多 大家怎么去做一件事情 然后大家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 就会更突显出来 就对我来说这个是 我体悟最多的事情 大家重视一件事情的态度 是很重要的这样 这一次的成员 学生成员部分 大概二分之一吧 是大一大二的学生 那他们基本上是完全没有 参与式去制作的经验 那也没有上过台的经验 本来很害怕 带这些小朋友出去 所以后来发现 他们去了以后 那个集体感非常的强 所以虽然他们自己要 上台演出 然后也身兼一些工作 然后可是这个 我们出去并不只是演出而已 就是大家有一路上面的相互扶持 包括生活上 然后还有就是 因为行程很紧密嘛 然后会在四个不同地点 然后每天就是 东西搬来搬去搬来搬去 那有些地方就是 你知道从一楼搬到四楼 然后演完以后就再搬下来 呃 吃苦耐劳这件事情 我觉得没有人教他们 可是他们自己看到了 那或者从学长姐或老师身上 看到了那种以身作则 所以我觉得他们就自动做了 那这件事情是 我觉得在 第一个礼拜 台中南投的时候 呃 讲不出来也放在心里 但是非常感动 我觉得最棒的就是 因为自己演的第一部戏就是儿童局 然后可以看到小孩子啊 跟着我们一起玩 然后一起互动 嗯 这应该是这个演戏最大的成就 我是希望可以让人家感到开心 就我的宗旨是 我认为在舞台上面可以 给大家带快乐 我很喜欢看大家的笑容 然后像这次到偏箱展演 就小朋友很多 他们都很愿意就开放的跟 你们笑啊 然后就大笑大叫这样子 然后就会说 就是会拉着你到处乱跑 所以这是 呃 我觉得非常有收获的一点 小时候我是一个人长大的 对我是独生女 那我是单亲 然后就是妈妈忙的时候 就有留我一个人来玩 对所以我就会可能 就是一个人分饰好多角色 一下子演老师 一下子演被骂的学生 不管有没有观众在 我就觉得 我就喜欢演我内心 想要表达的感受 大王命想 求求你把他们还给我 只要你把他们还给我 休算 呃 为什么我喜欢演戏 是因为 是因为我觉得 戏剧是可以带给人感动 好 因为当初我会选择戏剧这条路 也是因为 我看了戏之后 带给我感动 所以我也希望能够 将这个感动 带给小朋友 在前两天的时候 我就翻他们的FB的时候 就看到有一个小朋友PO文 他就说 这是三年来第一次的舞台剧 然后很珍惜这一次看戏的机会 然后就PO了很多 他们跟我们演员拍 就是拍照的那些照片 然后我其实当下满感动 因为我觉得 他们可能 这一辈子都没有办法接触到戏剧 可是他们 却能够在国中这段时间 留下这么美好的回忆 这个可能是他们 这一生当中最宝贵的经验吧 然后我也相信这个感动 能够继续的在他们心里面留下去 然后可以去更多的去接触艺术 更多喜欢艺术 然后再把这个东西 带给别人感动 我的肚子好痛喔 其实我会觉得 戏剧这个东西很奇妙 因为 我们现在每一个人扮演的 很多不同的角色 可是有很多别人的故事 我们是没有办法体会的 只有在戏剧 你在演戏的时候 你才有办法 去体会那个故事 然后变成那个故事里面的人 他们会不会 把我当古尊啊 戏剧 因为戏剧它 就是 就是我们 用戏剧去接触 不同于我们别的人生 然后我们可以 用表演的方式去说一段故事 然后不是 只是单纯的照着文字这样念出来 我们可以 进入那个情绪 用我们自己的肢体 用我们的表情去表现出 那段文字的张力 那起初我是觉得说 演给小朋友儿童剧 其实就是很简单 但是其实 根本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因为很多东西就是 就是要把能量放到最大 肢体都要放到最大 少了就说 进去吧 我觉得一直很想当演员 然后终于有个机会 可以当演员 虽然只是小角色 可是就是还是有去 认真的去演他 其实我本人 很喜欢儿童剧 所以可以演出 我觉得很开心 而且看到很多小朋友 虽然心情不好 看他们笑 或是哈哈姐姐 或哈喽 我就觉得很开心 这次巡演 就是也回了我的 中部的家乡附近 然后就觉得很棒 就是好像 有种回馈给自己 中部的朋友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 在外出演的 大家也会是最后一场演出 起码在这里是这样 加油 我想最大的感受 当然就是说 因为在学生的立场来说 他们平常在 没有办法真正面临到 实际演出的 某一些条件限制的时候 他们只能轮于一种想象 但是实际如果碰到的话 他们就会开始学着 怎么样去在一个场地里面 就场地的限制 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面 我们一定要做成所有的set 然后去完成一个这样的演出 而且让观众也能够 在欣赏的过程里面 获得很大的愉悦 那我们通常一般在那个 平常在外面 所谓的早场演出 大概就十点半开始 可是去偏乡以后 十点半其实已经演完 然后再拆台 所以我们就开玩笑 讲说这叫早早场 那对于剧场的小孩 或剧场的工作人员来讲 这是非常不寻常的事情 因为我们都是夜猫子 或者说演出的话 通常比如说之前排练 或者是工作 都是到晚上七晚八晚 那一定是睡到第二天 中午才会起来 但是就是每天连续五天 都是这种五点半起床 然后化了妆 然后就要去上戏 然后完了以后 还要马上拆台 拆完以后 东西收一收 然后马上在游览车上 又在游览车上吃午餐 然后到下一个定点去装台 所以每天几乎有十二个小时 是在工作的状况里面 今天早上是一个不一样的学期 这个也是课程之一 我们希望透过我们 中国文化大学学籍学系的 大哥临大姐姐以及教授团队 来到我们学校表演 这个是表演艺术的一环 有没有小朋友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要演的是谁的故事 对 非常好 戏剧迷人的地方在于 这是一个 你看像这么多人 大家一起合作 然后去完成那一齣戏 这不是只有台上演员 或是台下幕后的人 可以完成的事情 这一定是要大家一起共同努力 才要帮她达成的 那这之间可能会有争吵 会有不愉快 但是 大家所要一起去达成的东西 都是一样的目标 那这个过程是很美好的 其实戏剧对于我来说就是 就是人生只有一次 人生就只有一条路 你要怎么走都是 都是有一条规划的 但是戏剧你在舞台上 你可以饰演不同的东西 你今天可能饰演一个医生 剩一个老人 一个年轻人 就是你可以去感受 不一样的人生 就是你可以扮演不同的人生的 那个感觉这样子 对于我自己来说 我觉得表演一直是我 就是很大的 怎么讲 最快乐的是 所以会这么喜欢戏剧 我很享受那个 舞台上的那个灯 那个 Spotlight下来 我大二的时候 尝过一次之后 我觉得我 就上瘾了 我就没有办法再离开 又是中间遇到很多挫折 遇到了很多 自己无法突破的瓶颈 但是我真的是觉得 我已经上瘾了 然后我真的很喜欢他 所以我会不断不断去找寻突破的方式 跟让我进步的方法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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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小鬼 我爱静静的黑夜 我是小鬼 谁觉得我睡大王妹 谁觉得我睡大王妹 你大怪 你大怪 当心把你吓得我梦回 嘿 嘿 嘿 你们是要带我去网工吗 小啰嗦 进去吧 我 我 我觉得最有趣的是这些孩子们的转变 那他们 因为一年级的学生是完全不了解 戏剧的一个制作跟一个演出的过程 但是他们经过这一次的演出之后 我发现他们成长了 这件事情其实相当的有趣 这让我觉得说 是不是戏剧的学生应该要多去参与这种巡回制作 对他们的日后或者是对他们的想法都会有些改变 从两周之后回来回到学校 我发现这一群人他们长大了 那种长大是开始变得比较沉稳跟安静 然后包括说事后大家在课堂上或者在课余接触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开始有一些想法出现 不管对于剧场也好 对于他们未来的学习 我觉得那件事情也是没有人教 但是就自动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 刚开始我是觉得 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很缺乏安全感的人 可是其实我在戏剧里面 就是大家一起出去做一出戏 或是一起做一个演出里面 我得到了很大的凝聚力跟安全感还有共识 然后那个东西对我来说是很舒服 而且很安心 我很喜欢那样的感觉 然后到后来就是上了戏剧戏之后 我看每一出戏我都可以从每一出戏里面得到一种治愈 然后他可能是开心的可能是不开心的 然后他可能是治愈我生命中的某一段伤口我不知道 但是他一定会在我往后的人生发生一些作用 所以我也想要成为 不管是幕前幕后带给别人那样感受的人 这次我当了制作老师之后 我发现孩子们的心情还有他们的态度跟想法是非常的敏感的 然后所以其实我在这个上面我也学到很多的事情 那另外就是带人接物上面 我发现现在孩子可能他们需要再多一点这方面的训练 不过我不会很失望 因为我觉得他们是很有机会的 而且他们的表现真的很好 好 各位小朋友喜不喜欢今天的演出 好 各位小朋友喜不喜欢今天的演出 喜欢 好像不太喜欢哦 喜不喜欢 喜欢 好 那现在呢 到了最快乐的时候了 老师要来问问题 然后我们要送礼物哦 好 刚刚看了这个戏之后 你最喜欢哪一个角色 书吧 他看都不看 想都不想立刻就说都不怕 为什么 因为他什么都不怕而且又很善良 好 那你自己是不是东部吧 不是 我会怕鬼 你会怕鬼 所以在这个戏里面谁怕鬼 国王跟大神 好 好 老师再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 为什么他们会怕鬼 因为他们坏事做戒 真的 真的 今天五五五小时 小朋友怎么这么优秀啊 来 大家给他鼓掌 嗨 演完了 我们要回家了 耶 看看大家一副很累的样子 放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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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说戏剧中那种 大家一起互相帮助 然后 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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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会因为一些小事情 然后大家吵得不可开交 或者是为了一个过不去的难关 大家可能会 焦头烂尔 但是 戏上演了之后 对 我们呈现给观众 我们呈现给观众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是最直接的 然后 在做完一出戏之后 大家彼此的检讨 或者是大家彼此的去回顾 这一切所有的发生 我觉得这是 这是一种生命的美好吧 选择еди 稍后 他 喜欢 錦 Pul-울 谷 我 烦尼 天 来 counts 你可以 我感冒了 别人好 我们自己 那是这样 想我多么怕 只为别人好 想我多么 只为别人好